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直视。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阶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鱼桌,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鱼桌。 如经上记者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